字幕提供 《作词》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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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祖慈悲 大家好 有位同修在我们 《异德妈祖同修会的官网》 往讨论期来问世贯说 太照庙里去得到了 一个神明的小公仔 庙里面有做那个神明的小公仔 来跟信徒结缘 他得到了一个 那也听从工作同龄的一个教导 过个礼物 那带回家 想把他当做装饰品 放着 然后不供奉 来保平安 这样可以吗 还要注意什么事项 那这样的公仔 会不会被外面的邪灵来侵入 来侵入 那如果不想让邪灵来侵入 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 做怎么样的仪轨 来防止被邪灵侵入 他问了一系列的这样的问题 那顾问的回答是这样子的 主要是妙仪 妙仪就是宗教信仰的三宝里面的活化生的生团 他著作的 然后也经过神明这个妙仪的主神 人的婚妇的交代 引起做这个公仔 那透过过如这个方法加索 变成有活化生 他就具备那种平安的一个笑容 因为这是佛要素给我们平安 那换在家里正宅 换在身上保平安 他就好像会派个将军给你一样 当然这个生团这个庙 他要有兵马 真的有兵马 那这个里面的神 他有这个主令 有那个潜力 也有那个能力 来做这样的一个平安的公仔 神明的公仔给你带回去 就像好像一个香火一样 所以你拿到这个公仔 是经过佛引起的 过如荒法大法 有真团 互乙 所以佛法神 他真的要具备这样的能力 如果那个佛没有那个能力 他不能随便给这种派兵将给你 他也不能做这种神明公仔 这是没有用的 没有意义 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妙乙的神的能力 他的阶位 他是不是真的很灵验 真的是正式的 那个神可以做这种神明公仔 来保佑我们 那透过佛法神祈得的话 他真的有平安的效果 你回去 你把放在一个很专业的地方 隆重的地方 那每天跟他朝拜 合掌 集功 他的能量会越来越大 因为你有祷告 牵起莫像 如果是妈子的一个公仔 他也是像啊 牵起莫像 无感而不通 真的有感应 你常常拜他 他的感应能量就会越强 那你没有拜他 你只把他当作装饰品放着 你的心没有想象他有保护的作用 他自然就没有保护的作用 那因为这是能量 要共鸣 你也祈求他 得到这样的一个平安抦 一个平安的神明公仔 你去祈求他 好像就会通过他 去通信到保护你 他就好像 他就好像 他派出了一个阿兵哥 从例兵在这边 你有什么事 他会回去 报告他的庙 报告他的生� dzum 它真的會有這個能量 心想事成的 如果把它幫成裝飾品 自然自然 它是一個吉祥物 你看到它很高興 你真的心情就很好 但你看到它好像有才氣 你真的會帶來才氣 你看到它 我也好運 你這個福運就會帶來 真的就有這個能量 在陽仔風雪邪來講 我們擺上一個吉祥物 擺上一個公仔 神明在那邊做正 它會產生這種效用 如果說你派有外面神靈 因為心正法就正 如果你是不正派的人 你的靈性 法界性很低 自然你拜的神 供奉了這個公仔 或是你拿了什麼叫吉祥物 它也不會吉祥 因為你是怎麼樣的法界性的人 物以類伎 所以你是賭鬼 酒鬼 到外面去喝酒 去賭博 吸毒 叫做朋友都是那些 自然你帶回來 就有邪靈 邪靈找到那個有像 他就進去了 所以我們常建議說 那個玩偶 那個偶像 那個人像 這裡不要亂擺 所以偶像 就要看人 心正法就正 你心不正 法就不正 雖然是活法正 那個活法正都不正了 他不正的 什麼都跑掉了 你竟然是水嶺 所以他也會 真的會有水嶺入侵 就是因為主人翁 不正派 不正派 什麼樣的人拜 怎麼樣神啊 所以 那如果說你很慎重 買了一個活像回來覺得很好 可是你不希望去供奉他 也不希望他裡面有什麼靈在裡面 那我們的三寶 也就是我信仰媽祖 然後這個媽祖 叫一個爭者 來教顧問說 你在上面呢 用朱砂筆或者紅筆 在頭頂上呢 幫你點一個紅色的 那點的時候告訴他 我這個神像 這個偶像 永不入神靈 永不入靈 他就不會 因為你有禱告 你自己有三歸一 有主神信仰 這個就是華 你自己有三歸一 你的祷告 你的祷告 這個能力就會上去 就像我們畫虎也是一樣 那學畫虎這個人 他的意念 他畫在虎上面產生能量 我們的祷告會產生能量 就封守他 他就不會入靈了 當然你必須是一個正心的人 心正法做正嘛 所以正心你就有正神 正佛 正法 正真來教你 活法神 那這樣就可以 不會再入侵 這是顧問寫的法 也是媽祖教顧問的 也是老師教顧問的 所以活法神教我的 我的三寶來教我 所以頭頂上點一個紅點 底部的整個紅點 然後念一下 永不入靈 他就可以當裝飾品 試試帶他也可以裝一下 放下來不會去入靈的 以上是顧問的一個分享 感謝大家 謝謝大家 媽祖慈悲 謝謝大家